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利丁东的 郭芳瑜钻石大师 今天呢 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爱多美的一个大众精品 其实我接触爱多美 要说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六七年前了 大概2012年的时候 我一个韩国的朋友 他推荐我使用爱多美的清洁式建筑 跟保养六建筑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价位还蛮便宜的 好 我买来用用看 他说你加入会员 我说OK啊 反正不用钱 那我的存折里面也没钱给你骗 就给你也没关系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我就加入了爱多美 但是一直到了2014年 台湾公司开幕以后 我真的才有机会 好好的去彻底了解 爱多美这间公司的一个企业的本质 以及公司发展的愿景 那其实呢 就像刚刚李生院博士提到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本 但是爱多美给我们非常强力 有用的资本 就是产品 爱多美的保养肌肤六建筑呢 它其实从公司开幕以来 09年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去年11月的时候 才推出了宁粹换肤六部曲 所以这十年当中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没有在做事吗 韩国科马没有在研发吗 其实不是的 这十年的期间 每一间公司 每一个品牌不断推崇出新 他们一直可能有一个 多了一个某某水 他就推了一个美白系列 多了一个可能玫瑰水 他要多了一个什么 量彩系列 其实爱多美 它不是没有在研发 这十年的期间 他们不断地在研究 他们一直在想很多新的配方 想要超越这部肌肤六建筑 但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肌肤六建筑里面 它拥有了四大技术 它有了高纯度的一个萃取技术 还有发酵技术 伤黄蘑菇冬虫下草 超迷的一个发酵技术 再加上小分子技术 多重一斤胶囊技术 以及新鲜草盆萃取技术 十年的期间 他们不断尝试了很多的一个配方 想要去突破 可是真的这是难以驾驭的一个部分 后来呢公司呢 它以不管价格 不管配方 不断地去尝试 终于在去年9月的时候 在韩国诞生了这一套 凌翠换夫六部曲 那这套六部曲呢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除了有原先的四大技术的升级之外 它再加上两大技术 第一个技术呢 就是原料技术 第二个就是传达技术 它除了原本的 很不错的一个发酵技术之外呢 它更加上了高纯度的一个植物性EGF萃取 EGF请大家不要跟市面上的EGF去比较 因为它的萃取方式不一样 它的配方 以及它的价格 是跟市面上所无法比拟的 根本就是天朗之别的 那再加上它还有就是 优胜美地的一个发酵萃取物 那这个是一个在百年的一个水上树里面 去萃取出来的一个有效的成分 那还有DOMIN 一个就是休眠术 在植物上面它有一个休眠期 它将这个植物的一个休眠期 运用在皮肤科学上面 可以让你的皮肤做到一个停止 停止老化的一个状况 让你的皮肤呢 可以让它的一个紧致度更加紧致 就像让我们的皮肤 真皮层跟表层层 有一个拉链一样 我想问在座的各位 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优秀 专业的消费者 对不对 你们想不想变年轻 变有钱 变漂亮 变聪明 那请你每个月都要来成功学院 因为在成功学院里面 你更了解产品的时候 你更知道你要如何去选择 那在爱多美的产品里面 因为你要如何可以让你变年轻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这套保养品 请问大家有没有过了25岁以后 觉得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额头越来越松垮 眼睛越来越小 视力越来越模糊 但是自从去年11月 凌翠换夫六部曲上市之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 开始眼睛明亮了 对不对 有没有开始觉得自己 好像更年轻了 年轻5岁 年轻10岁 有的请举手 哇 恭喜这些人 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平常你去外面 要变5岁 年轻5岁 年轻10岁 要花的钱是非常的多的 除此之外你还要挨皮肉之痛 要打针 弄不好还会眼瞎 所以说这套产品是真的非常棒的 那大家在擦我们的保养品的时候 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说 不是魔镜 不是魔镜啦魔镜 你要说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李生元博士也有说过 我们的意志力是非常重要 你要一直在擦我们的保养品的时候 告诉自己什么 好漂亮啊 好漂亮 你会越插越漂亮 因为你这个感受的当中的时候 你又可以拥有到一个很高贵的一个香气 这个香气呢 它叫Toborosa 这是西班牙文 就是夜来花香的一个意思 这个香气是非常高贵的 一般都只有在高单价的保养品里面 才找得到这个味道 当初公司是不惜成本 把这个香味呢 这个香调 运用在这个保养品上面的 再来你也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 里面它有绿茶精华水 那其实呢 某个品牌 它从以前到现在 都以绿茶精华水著称 它就是用这样子打遍天下 但是艾多美呢 它从以前就不是只是用单纯的纯水 去制造保养品 我们的基底 这次是绿茶精华水 因为它里面拥有的是维生素一 以及二茶素 这是非常安全性 抗氧化的一个成分 所以让大家呢 可以就是年轻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这套保养品 大家使用了之后 从11月开始到现在2月份 其实不断地开始 很多人纷纷开始回购 有没有开始接受到伙伴的回购 一定有的 可能他说 我的安品没有了 我的什么没有了 我们就会跟他说 那你再买一套啊 为什么 因为迟早都会用到的 所以他继续使用 那除此他继续使用之后 一套有多少PV 13万PV 那你PV进来的时候 你的奖金会不会跟着进来 那有没有变有钱 是不是达到变有钱了 还有就是变年轻 那林翠欢夫六部曲呢 他其实他在研发之后呢 他其实一直有做过一个测试 如果制造商自己去做一个测试 去做一个问卷调查 是不是没有公信力 所以他请第三方的一个测试单位 去做了一个测试 那他们去找到25岁到55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 跟一个熟灵的女生 去做使用一个测试之后呢 他发现说 在皮肤的保湿上面 还有呢 就是你已经松垮的皮肤的一个弹力的一个恢复 还有你一个深层的皱纹 或是表面细纹的部分 一个就是去除的一个部分 再来还有就是暗斑的一个亮白 真白的 真亮的一个部分 都可以达到很有效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呢 第三方的测试的一个数据的部分 也许有些人不相信 但是三个月来 只要有认真使用 凌翠幻夫六部曲的伙伴 你注意看他的额头 还有你看他的颧骨的部分 都是非常的亮的 这都是非常的有效 所以这是脸是会说话的 你有认真使用的话 你这张脸就是广告 可以卖钱的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凌翠幻夫六部曲是非常棒的 那其实保养组的这个部分呢 他其实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可是我是敏感性肌肤 我能不能使用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你安心放心的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不仅通过 韩国皮肤科学的一个 低刺激低敏感的测试之外 他还有德国的一个 就是五星的一个测试 那其实呢 以往在一些欧美品牌 在婴儿用品的部分呢 他们比较会得到 这样子一个测试的一个标准 代表说这个东西是低敏感 低刺激 那一般人一定是可以用 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绝对可以放心 认真的去使用 可是保养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清洁更重要 那我想问在座的男士们 有没有卸妆的习惯 没有嘛 那我想问在座的人 你们觉得女生的化妆品比较脏 还是外面的空气比较脏 一定是外面的空气比较脏嘛 那为什么女生化妆要卸妆 男生不用卸妆呢 其实外面相当的空气 因为不管是9295千气油 或是因为一些买害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肌肤很容易就是沾黏一些 就是脏的东西 所以其实不管男生女生 其实回到家里都要做到一个卸妆的一个动作 那你这样子昂贵的保养品 高贵的保养品 你擦上去脸上的时候 它才有吸收这个效果 那如果你比较懒惰的人的话 你可以跟我一样 我都用什么 卸妆水 我会简单的先用卸妆水 做一个脸部的简单的一个清洁之后呢 再用洗面乳或是卸妆乳 做第二次的一个生成的清洁 那我们的泡沫洗面乳呢 顾名思义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搓泡泡 那以前有些人都说 挤个什么米粒大小 红豆大小 大家你这样用到后面会觉得很无聊 像我自己呢 我都跟伙伴说你要挤什么 一个小拇指 那我自己呢 脸比较大 范围比较大 所以我都用两个小拇指的分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洗脸的同时可不可以洗脖子 可以 那你要不要洗背 对 因为像我们胖子背后容易长痘痘 所以也可以洗背 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再来就是呢 一般正常的肌肤 每28天这个角质层会自然的代谢 可是我们的皮肤又因为你的压力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等等的一个原因 会让你的一个代谢率呢 慢慢的降低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借有一些去角质的一个产品 辅助我们 帮我们做一个去角质的一个代谢的部分 那我们的去角质凝胶呢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重点就是 手肝 脸肝 传镜肝 你把这个去角质凝胶呢 厚敷在你的脸上大概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呢 再慢慢的呢 就是用指腹的部分 慢慢的一个这样按压的部分 就是按摩 然后把它就是 把那个凝胶的一个代谢你的老肺角质出来 那再用清水洗掉 那再用我们的一个保养品 不管是保养肌肤六件组 或是凝脆患肤六部曲 那凝脆患肤六部曲的步骤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 化妆水 那化妆水它有一个增量的一个部分 然后帮你做到保湿 那化妆水其实大家一定要多用 因为大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随意说呢 水分一定要够 你的皮肤才会透亮 我想问各位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看起来很贵气 水是不是够多 那以往大家在看一个贵妇 或是一个美女美人的时候 大家的凭借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会发光 发亮 水很 就是皮肤很亮透透亮的部分 就算皮肤是黑的也会黑到发光 所以说其实呢 你的皮肤一定要够亮 够就是清透 那别人这样的人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的事业很有成就 你们有看过那个皮肤干巴巴黑妈妈的 你觉得他是贵妇的吗 没有吧 所以说呢大家化妆水的部分呢 一定要大量的使用 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安瓶 那我刚才说了 你在擦安瓶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个秘诀就是 好漂亮好漂亮 一直不断的擦 那安瓶呢 它的设计是玻璃瓶的一个滴管的部分 那滴管你到底要滴几下呢 以前大家都说眼霜 20岁几下 两下 两只手指头去挖嘛 那我自己在使用安瓶的时候 我也会建议说 20岁年轻的女生 或是20岁的男生 就是用两管就好了 30岁的几管 50岁的几管 大家好聪明哦 大家是不是现在 2月21号是不是安瓶号上市了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很放心的使用 对可以很放心的 大量的去使用这个安瓶 你不怕缺货了 所以你可以大量的用 就是好漂亮好漂亮 所以你在使用安瓶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你的细纹 慢慢的淡化掉 然后你的皮肤慢慢的增亮 那重点就是你的皮肤的紧密度也加持了 那再来就是你的脸蛋的弹力也回来了 所以你会自己感受到是很年轻的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精华液 那我们以往肌肤六件组的一个精华液呢 它获得了IR52奖医10奖的部分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可以大量的使用 那这次精华液的质地有点不一样 那这次精华液的质地有点不一样 可是大家还是可以尽量的擦 因为还是很便宜 那第四个呢就是乳液 这个乳液跟以往的乳液有点不一样 所以把它称为乳液其实有点可惜 因为它有点像精华液 它有点像精华液 然后有点像水乳液 所以你在擦的时候 我自己都是压五下 五下的时候你把它就是揉开 然后擦在脸上 那你会觉得说 你帮你的脸部呢 再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加持 那它的保湿效果会达到更好 那再来就是眼霜 眼霜一样的 20岁的两只手 30岁的三只手 尽量挖 但是不是说你挖出来的眼霜只处在眼睛周围 眼睛的周围的细纹 还有法令纹 还有什么木偶纹 还有就是我说的额头很重要 就是额头的一个抬头纹的一个部分 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哪里 脖子 脖子是非常重要 现在很多女人都会在脸上动手术 对不对你脸上你看不出她的年纪 但是你可以看她的脖子 所以我今天把脖子盖好好的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她的脖子 因为脖子你是没有办法去动手术去做医美的 所以脖子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是在擦眼霜的时候不要吝啬 不要只擦在脸上 脖子可以擦 手可以擦 甚至现在很多女生都开始做逐步保养 就是脚也可以拿来擦 那最后一道呢就是我们的营养霜 那营养霜呢其实以在台湾的天气来说 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擦的有点多 可能会觉得有点厚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想着我以后会成为尊王大师 我要到欧洲去做邮轮 我要去旅游 我会穿着很高贵的晚礼服 低胸的晚礼服 所以我的营养霜要从哪里开始擦 胸口开始往上擦 然后呢你从胸口擦到脖子 擦到脸上的时候就一直干嘛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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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自己做拉提 然后想着说 嗯我要在邮轮上面吹着海风 对不对 我们就想抢着那个铁达尼号 对不对 U-drunk I-drunk之类的 所以就大家在擦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 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 那最后我们再用 就是玻璃式面膜 做一个加持的一个 一个紧致的一个拉提提升的一个部分 那以往你在用肌肤六件组 再加上玻璃式面膜的时候 可能要等个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可能我在指说后敷的情况底下 可能你敷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它会全干 但是呢 最近我开始就是从以前开始就是 呃 凌翠换肤六部曲出来之后呢 我在使用玻璃式面膜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诶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候 我就会忍不住很想赶快去撕掉 因为它实在太紧致了 我很怕我的脸越来越小 我的伙伴认不出我 我就很麻烦了 所以就是保养品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就是认真的一个使用 那其实呢 表面的一个肌肤的保养很重要之外 其实体内的保养是更重要的 对 黑毛皮呢 它其实是我们一个艾多美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它其实在大概在十年前十几年前的时候 2004年的时候它就被研发出来了 那时候原子力研究院跟韩国科马的SBT团队 他们所研发出来 他们其实当初是为了这些素博士们的一个健康 想要帮他们补身体的 原本是只是想要做一个补药的一个部分 但是没有想到说他们去研究了这么多草本的东西里面之后发现 当归 穿穹 白巢 用一定的比例去调配的时候 它调出来的一个新物质是非常棒的 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不管在我们身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调节的部分 或是体力上面的一个恢复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只有两种人可能要吃之前可能询问医师 比如说像孕妇或是六岁以下的小孩 你要使用之前你先问问看医生 那其他的人你都可以很放心的 就是正常的食用 那一天就是两包 那会建议大家早上起床空腹吃 或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机能调节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可以饭后吃 或是泡水喝 或是早晚各一包吃 其实根据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去做一个调配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还有益生菌 所以你要帮你的体内做一个环保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可能过敏额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就是寒冷或是起伏比较大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益生菌的部分 或是有一些对海鲜过敏的人 会建议你说你要吃饭之前先吃个益生菌 先垫在胃里面 然后这样子可以就是缓解你一个过敏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益生菌呢 我们益生菌跟一般的益生菌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除了有12种菌在里面之外 它的质地是粉末状的 那再加上它里面有水果富方粉 还有就是果果糖的部分 所以吃起来是甜甜的 那又不会太甜 小孩都会很喜欢 不会有那种颗粒或是那种粘稠奇奇怪怪的口感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放心的食用 而且你过年过节的时候 吃完饭的时候 旁边有没有 阿伯阿阿嬷阿叔叔伯伯阿爷爷奶奶 一人一条 是不是刚好又是你干嘛 你收单的一个好机会 那再来呢 过年的时候 大家一定也要准备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316炒锅 316不锈钢炒锅 那这个不锈钢316 316不锈钢炒锅呢 它是手术刀钢材 它是非常就是食品级医疗级 非常安全的钢材去做制造 那我们316不锈钢炒锅呢 它是一体成型的 你看不到它的螺丝扣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在清洁的部分是非常好清洁的 重点来了 这个不锈钢炒锅呢 你过年的时候你可以做好多用途 第一个呢 煮火锅 非常好用 因为它的底呢是平底的 你可以放在就是电磁炉上面 瓦素炉上面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大家在围炉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担心它会晃 是很安全的 而且可以煮得很大锅 你要放玉米 你要放糖 你要放什么 通通都可以放进去 绝对没有问题 再来过年时间很多人都会蒸发膏 发膏嘛 以往可能大家都用什么 就是电子锅去蒸 就是蒸才会有那个臭臭的味道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司所附赠这个蒸笼呢 下去蒸包子 蒸发膏 蒸年糕 它是非常Q弹的 而且它就是你在盖的时候 你也不怕说它的水汽会滴到你的包子 或发膏上面是非常好的 那再来 有时候过年时间过后 大家家里还有年糕 会去做什么 炸年糕 那我们这316不锈钢锅具这个部分呢 它要附送一个就是利油价的部分 所以你在炸年糕的时候 你又不就是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人呢 你就是可以把这个年糕放在利油价上面 去做一个就是使用 是非常棒的 所以呢 不管呢 你有了面子 你有了里子 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那过年期间 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带什么 三合一咖啡 还有黑咖啡 这些产品在身上 因为你去拜年的时候 或是你在家里围露的时候 或是亲戚来拜访的时候 吃饱饭 下午茶时间 对不对 拿个咖啡 泡个咖啡 请大家喝 那大家觉得说 这个咖啡很浓很纯很香 哪里买的 我也要买 是不是趁机你又收了一笔单 那其实过年的时候 我会建议在座各位的女性 可以去收购 应该不是收购 去订购一套爱多美的彩妆系列 因为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喜气有一定点缀的感觉 所以从我们的腮红组 还有蜜桃色 还有甜粉色 那你 就让你的腮红有一点气色 人家会觉得说 喜气洋洋的 你爱多美生意做得很好 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口红的部分 这是五种植物精油所去制造的出来的 那你点缀一下自己的红唇 那人家觉得说 你的气色是非常棒的 那如果有些人觉得说 我想要让我今天感觉不一样 你可以用我们的盐饮组 我们盐饮组有六个颜色 那这个六个颜色呢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说你不会使用 因为这个色系都是很温和 很柔和的大地色系 所以说呢 你也不用怕说你用错了 或是用多了有失误率 因为它这个颜色呢 它是非常温和的 那其实你就轻轻刷 那如果你有刷具的也更好 那如果没有的 你就用手指头去沾 从浅色沾到深色 那你这样会觉得说 今天自己的眼色也会不一样 自己看了也会很开心 再来还有就是睫毛膏 我们的睫毛膏是非常好卸 而且不运染 它是温水就可以卸除的 有纤长型或是浓密型的部分 我自己的习惯 是我两个都一起用 我会先用就是纤长型的 让我的睫毛增长 再来呢就是用浓密型的 让自己感觉 就是睫毛比较多的感觉 而且呢其实大家就是不用担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它不太会运染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像以前人家说要很专业 什么立志型的一直刷 不用顺顺的刷就可以 眼睛就会增大增亮 那整个气色就会更好 所以呢只要你认真确实使用爱多美的产品的话 其实今年过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很不一样 自然而然他就会问你说 欸阿芳啊你最近在做什么 小卢啊你最近在做什么 你可以是不是很大方的跟他说我在经营爱多美 同时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我们的产品 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分享给他介绍给他 让大家呢变得更年轻更健康而且更有钱 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